嗨喔阿仙 现在实况组的种类非常的多 而其中最多的当然还是数这些漂亮的美女主播了 不管是唱歌跳舞秀才艺或是玩游戏 甚至只是跟观众聊聊天 这些美女主播都能吸引不少死忠的粉丝 而为了能够吸引这些漂亮主播的注意跟关注 不少粉丝也都很心甘情愿的为他们花钱送礼物 一些干爹更是为了能帮喜欢的女主播刷礼物而不薪一切代价 不过有一些主播他们在直播时并不会露脸 而是会用口罩或变脸软体或是一些图案来遮挡 让观众配合声音跟画面来自动美化或幻想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再加上现在可及的进步许多眉眼软体的功能也非常强大 而这些也就导致今天要介绍的惨案的发生 露脸我要过十万订阅成的露 本来我是个颜值主播的 2019年6月以为叫乔比罗殿下的女生 首次在大陆的直播平台斗鱼进行Apex英雄游戏的直播 不过在当时乔比罗并没有露脸 而是只有用声音和观众交流 而他直播的内容也跟许多直播主一样 都是一边玩游戏一边跟观众闲聊互动 不过凭借着甜美的罗莉音加上与粉丝幽默的互动 也让乔比罗迅速就收获了不少的人气 才端端几个月乔比罗就收获超过5万的粉丝 他的粉丝们更是称自己为罗电锦衣卫 而这些锦衣卫平常直播时也会替乔比罗贡献不少的礼物 也让乔比罗一个月就能有6万人民币的收入 除此之外乔比罗优秀的人设塑造 再加上虽然没露脸 但不时就会在自己的社群上上传自己的美照 也让观众完全没有任何怀疑的相信 他就是个外貌出众的美女主播 也让他在短短时间就成为斗鱼的头部直播主之一 但是时间依旧总会有粉丝想要在直播上看到乔比罗的真容 对此乔比罗只发了篇贴文表示 如果想要看到他的样子的话 就要在他的直播中刷10万人民币 这样就可以和他私下见面 因为这屋里的要求只是想要让他露脸的人闭嘴 但没想到贴文发了没几天 就真的有干爹在他的直播中刷了10万人民币 这些也都让人对乔比罗越来越好奇 也让他的身世越来越旺 但还没等到这位榜一干爹跟乔比罗本人私下见面 惨案就发生了 而2019年7月底 乔比罗与另一位美女主播秦子一起连麦聊天 但才刚开始没多久 乔比罗平常用来遮挡脸部的图片 就因为技术问题突然消失 也让他的真面目曝光 但他本人似乎没有意识到 还继续跟秦子还有观众有说有笑的聊天 而时时的秦子已经注意到不对 慢慢失去了笑容 并不时用动作还有话语来提醒乔比罗 但先让乔比罗没有听出来 这个你这个头像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你这个是怎么做的呀 我也想做一个我想做个男的 这个这个做你贴个GIF就好了 放到你的界面上 然后就出来就是这样的画面吗 对 啊 无奈之下秦子也只好全程夸奖他声音很好听 因为实在也找不到其他可以夸奖的地方了 我听你这声音这么甜 应该是个萝莉吧 那你这声音保养的还可以啊 最后乔比罗也在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的情况下 结束了这场直播 而这场直播一结束 各大搜寻平台马上就被乔比罗这三个字给霸占了 乔比罗也迅速活遍了各大网络 而有人发现给乔比罗刷了10万块人民币的榜一干爹 当天就组销了账号从此消失在了网络上 过了几天有记者就联络到了这位榜一干爹 这位干爹先是向记者表示他是如何变成别人的笑柄 他们以前叫我豪哥 他们 他们叫我开坦克的Beta 接着Beta也透露了他近期的悲惨生活 我不敢出门 请了几天假 在家里 也睡不着觉 最后他更是因为这是事件开悟了 而大家原本以为乔比罗会因为真实面容曝光而消失时 没想到却来了个惊人的反转 原来这次事件全部都是乔比罗跟他的经纪公司一手策划 并借此来炒作流量的 乔比罗甚至还公开了这次炒作所花的费用 而他也的确因为这次事件而声名大噪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平常直播的斗鱼平台在8月时 突然发了一篇公告表示乔比罗殿下这次罗莉变大妈的事件 因刻意炒作造成社会不良影响水平台决定将他的账号给永久封禁 被斗鱼永久封禁的乔比罗过了几天马上就转到中国的B站 比里比里上进行直播 且许多观众不但没有被吓跑反而多了许多吃瓜的观众围观 也让他的人气一下就来到了400万迅速冲上了直播排行榜的前10名 但才直播没多久B站也很快的把他的直播间给封禁了 而更惨的是随后中国的直播协会也向社会公布了新EP的主播黑名单 被协会列入黑名单的主播将会被中国所有平台禁止注册和直播5年的时间 而乔比罗也被列在了名单内 被中国全网封禁的乔比罗最后只能跑到国外的平台Twitch上进行直播 在Twitch上乔比罗也没有遮挡就这样大方的秀出了他的真面目进行直播 不过在Twitch上根本没人想看一个不认识的大妈玩游戏 在Twitch上也没饭吃的乔比罗也就这样慢慢的消失在大众的视野 其实乔比罗也不算大妈啦 1990年出生的他当时也在30岁左右 乔比罗本名王思景出生在中国的乌鲁木骑士 虽然他长相普通 但小时候他就靠着甜美的声音在男生中非常吃得开 而被封杀的乔比罗在之后其实也一直都没有放弃 在这段时间还是积极的不停向中国的直播协会进行申诉 在之后更是曾接受过电视台的专访表示自己还是很想回到这个行业 但这终究没有实现乔比罗的名字之后也就再也没有出现在直播圈中了 不过事情还没完这件事情还有后续 随着最近虚拟主播VTuber的技术兴起 现在所有人都可以不用露脸透过虚拟的角色进行直播 而其实说穿了乔比罗之前在做的事情其实就跟现在很多VTuber无异 只是他刚好生不逢时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技术也导致他需要用东西来遮掩 而随着VTuber的人数越来越多 在网上就不时有传出乔比罗靠着VTuber绘图转生的消息 不过这些都偏向谣言一直都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一天就有一名网友突然很有信心的发文表示 乔比罗其实一直都在做VTuber并要网友猜猜看哪一个VTuber是他 这次贴文也让一堆榜一大哥吓出一声冷汗 怕自己成为下一个beta 只有该名网友就直接爆料这个在B站上叫玉山苏的主播 不论是声音还是直播的风格 还有玩的游戏都跟乔比罗一模一样 这次爆料也让许多观众跟干爹恍然大悟 有干爹就比对了两个人的字机 结果就发现两个人的字机几乎一模一样 更由干爹晒出了和玉山苏的对话记录 大家也发现不论是讲话的方式还是人设 也都跟乔比罗完全相同 也有干爹发文爆料揭露玉山苏的恶行 他表示玉山苏不但游戏玩得烂 平常都要带他上分 最后更是因为没有帮他刷礼物 而被他提出粉丝群非常的过分 而面对众多网友的质疑 玉山苏也马上发文澄清 表示我不是你们的奶奶 在之后的几天更是在社群上上传了自拍照 试图洗清自己的嫌疑 但过了几天被玉山苏上传照片的主人 就发了部影片澄清自己被盗图了 而盗大图的玉山苏更是把他的照片 做成了抱枕送给了榜一大哥 跟其他干爹行径十分恶劣 许多网友继续深话 也发现乔比罗在平台上也不止一个小号 最后乔比罗发现司机败露 马上二话不说 就把这些小号包含玉山苏在内的所有内容 都删掉就消失了 之后也完全没了消息 虽然乔比罗因为长相普通 加上刻意炒作的关系 让他被直播圈封杀 但其实直播没有露脸的他两次都能够大火 并获得许多关注 也不难看出其实乔比罗在直播 以及谈话上还是非常有天分的 但是碍于外表的条件 加上刻意炒作 还有一些不道德的行为 也让原本能在直播行业顺风顺水的他 落得如今的下场 不过也搞不好他现在早就换了个角色 正潜伏在你的身边 而你现在就是他的beta也说不定 我是阿仙我们下次见拜拜